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一个人受伤 根据当地官方媒体的报道 在警察总部前被击毙的是一名女性武装分子 她当时还随身携带了炸弹 目前还不清楚星期三发生的这起武装攻击是哪个组织干下的 警方已经封锁了事发现场周围的道路 全力搜捕另一名被打伤的武装分子 在这之前一天 两名枪手闯入伊斯坦堡法院 并挟持了一名检察官为人质 警方和枪手展开激烈火火 结果枪手和人质全部丧命 泰国军政府宣布取消军阀管制 并以新法令取代 新法令将赋予首相绝对的权利 反对军人执政的人士警告 新法令可能比现有的军阀管制更严厉 军人政府是在泰王浦梅鹏的预准下 解除历史长达十个月的军阀管制 泰王预准后 军政府昨晚通过电视宣布这项消息 首相巴宇指出 政府将启动临时宪法第44条 这宪法赋予首相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压制国家安全所面对的威胁 根据这个条款 军人政府可无需逮捕令 就可以扣押个人 泰国军方去年5月20号宣布在全国实施军阀管制 两天后军方发动政变 从英勒看守政府手中接管政权 另一边超级台风美沙克 预计在未来两天内登陆菲律宾 菲律宾当局已经向居住在东海岸的居民 和准备前往东海岸的游客发布警告 并特别强调 在海里冲浪要格外小心 因为台风可能卷起巨浪 这是从国际太空站拍摄的超级台风 美沙克的运行图像 专家预计 它将在这个星期六登陆菲律宾东海岸 不过国家气象术表示 这股5级台风预计在登陆时会减弱到2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 工作人员将随时待命 并会密切注意灾害给儿童造成的疾病 把视线拉回本地 酒类管制措施昨天起生效 条例实施第一天 有咖啡店业者提早半个小时 在晚上10点停售酒精饮料 以免触犯法令 警方也在牙龙以及罗巴申码头 展开宣导活动 提醒公众和店家有关新法令 我们的记者聂国威 昨晚跟随警方行动 来看他发回来的报道 新条例实施后 从晚上10点半到早上7点 公众不准在公共场所饮酒 营收商也不能在这期间受酒 这家位于牙龙17项的咖啡店 虽然持有酒牌 可售卖啤酒给咖啡店内 饮用的酒客到5月12点 但为了避免触犯法令 以及不愉快事件发生 业者自行从晚上10点起 不售酒给酒客 警方昨晚联同社区伙伴 以及基层组织 在牙龙分发传单 提醒公众 不要在公共场所 比如后巷饮酒 牙龙被列入酒类管制区 所实施的条例更严格 负责牙龙区事务的 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 花蒂马医生相信 新法令将进一步改善 噪音问题 也让环境变得更清洁 在酒类管制区以外的 罗巴山码头 警方也展开巡逻 并分发敬酒传单给年轻人 据观察 晚上10点半之前 还有人在河岸饮酒 但之后 人们开始散去 代表69名餐饮场所 和夜店的非盈利组织 Singapore River One 还在观察新条例 如何对沿岸商家带来影响 过去不少年轻人喜欢聚集在 罗巴山码头的公共场所饮酒 随着新条例的实施 大部分的年轻人已经知道 在晚上10点半之后 不能够在这些地点饮酒 所以改喝非酒精饮料 或到夜店继续饮酒 新闯门新闻记者 聂国威报道 邻国马来西亚 开始征收6%的消费税 不过这个新措施 对于本地的消费者来说 或许不会有直接的冲击 还有在马国社工厂的 大型本地业者表示 他们甚至还因此节省了成本 对于以消费税 取代销售和服务税的措施 部分在马国设有工厂的 本地业者表示欢迎 其中受访的本地家具零售商 就因为这项新调整而降低成本 不过新加坡制造商联合会表示 为了符合新条例 业者会有额外支出 另外小型业者预计会受到最大的打击 营业额少于50万令吉的企业 无需成为消费税注册公司 因而无法锁回购买原材料 所支付的消费税 周末的时候呢 我很喜欢跑到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比如说蓄水池或者五级芝麻山 这样的地方去放松休闲 但是自从去年 五级芝麻山开始整修之后 周末似乎就少了一个好去处 不过在等待了半年之后 五级芝麻自然保护区的第一阶段整修工程 终于完成 自然保护区将从这个星期六起 局部重新开放 喜欢大自然的公众 从这个星期六开始 每逢周末都可以通过海西德自然公园 直达五级芝麻山顶 国家公园局表示 通往山顶的主要通道 将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早上的七点到傍晚六点开放 周一到周五 就算是公订假日 保护区也不开放 访客必须按指定的路线踏青 文稿也表示 第二阶段的整修工程还在进行中 预计十八个月会完成 新传媒将把关于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纪录片 制成DVD光碟 星期一开始售卖 新传媒是在过去一周 李光耀先生试试后 通过电视频道播放了这一系列的纪录片 以纪念这位建国领袖 纪录片光耀一生有三个部分组成 内容缅怀了李先生的一生 以及他对新加坡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新传媒表示 纪录片播出后收到许多反馈 希望可以录制成DVD 方便公众购买 光耀一生的精装DVD的中英文版本 将在来临的星期一率先发售 售价是二十四块九毛 马来和淡米尔语的版本将在两个星期后发售 为感谢李先生一生为新加坡所做的贡献 新传媒将把第一次公开发售的净收益 捐给工艺金 公众也可以到亚洲新闻台的网站和脱口 观看这些纪录片 我们常把睡在前上当成一句笑话 但是现在这一幕正在日本真实地上演 而且日本人垫着睡觉的钱 还高达三千亿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稍后的纸上风云为您分析 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马上进入纸上风云 看看各地媒体和报章有什么主要新闻 首先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 原本应该在三月底结束的伊朗核谈判持续胶着 不得不延长进入加实赛阶段 这让全世界的心情焦急 因为如果谈判能够达成一定的协议 那么它将是持续了长达12年的伊朗核争端结束的标志 但是如果最终谈判各方不欢而散 那么有可能激化矛盾 进而引发军事行动 造成中东局势更加的不稳定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伊朗核谈判都是谁在谈又在谈些什么 参与这场谈判的包括美国 中国在内的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 也就是伊朗在和六个国家进行谈判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目前谈判主要因为三大问题而僵持不下 一是伊朗核活动要被限制多久 第二是对伊朗的经济还有石油禁运等制裁 在什么时候解除 第三是如果将来伊朗毁约 那么会面对怎样的惩罚 长期以来美国都指责伊朗秘密地研制核武器 但是伊朗极力地否认 舆论的普遍认为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将有助于稳定中东局势 但是失败就可能会促使西方国家 对伊朗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 美国甚至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是这场谈判中的主力 伊朗核问题背后牵扯了他的外交和内政 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的积怨已久互不信任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时常相互批评指责 关系紧张 除此之外 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的分析 伊朗核问题还受到美国盟友以色列的影响 上个月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 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对谈判可能达成的协议表示强烈的反对 他认为 协议将非常糟糕 不但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道路 还可能引发地区的军备竞赛 而在美国国内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交锋的焦点之一 掌控着国会的共和党人 不但绕开总统奥巴马和白宫邀请内坦亚胡来演讲 还向伊朗发送公开信 警告说 即使和谈谈判达成协议 下届的美国总统也可能会让协议一笔勾销 这无疑使得本来就复杂的和谈 雪上加霜 平常我们会取消一些不懂理财的人 把钱藏在床垫底下 不过这正是目前很多日本人的做法 我们来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据估算 日本人在家里一共存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现金 除非发生百年一遇的危机 这些巨额的现金还将继续沉睡在床垫底下 接受访问的经济学家指出 把现金藏在床垫底下的理由非常简单 在现阶段 日本通货紧缩的环境下 现金为王 同时 银行的利率很低 利息的微乎其微 以十年为期限的存款来说 利率只有0.1%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把1万美元存在银行里 只会有一美元的利息 要想让人们把钱存入银行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提高利率 但是这对背负沉重债务的日本政府来说 并不容易 今年日本的负债将达到 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 相比之下 经济摇摇欲坠的希腊负债率 也只有188% 接下来我们来看 因为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疲弱 在过去四个月里 美国的石油行业已经裁员大约10万人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 裁员大多来自石油勘探和油田服务公司 估计今年这些领域还会继续裁员 另一方面 低油价加上西方制裁的影响 导致俄罗斯将面临长期的经济衰退 世界银行预测 俄罗斯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3.8% 明年还会持续走低 这比三个月前 世界银行给出的预测更为悲观 接着来关注股市动态 制造业数据疲软导致美国股市走低 欧元区三月份的制造业扩张速度超过预期 因此刺激欧元欧洲股市攀升 本地股市方面 海峡时报指数昨天基本没有变化 横摆收市 投资者等待美国即将公布的就业数据 再加上明天是公共假期 所以市场持观望台独 交易的气氛淡紧 各股方面 旅店制业的股价上扬一分 必是报4.16元 公司日前宣布通过入股一家公司 在伦敦购入两个房地产项目 华调投资研究公司指出 本地房地产市场疲弱 旅店制业积极地将旗下资产多元化 投资海外高素质资产 因此分析师维持买入评级 目标价值5块3毛2 最后我们来看尽早刚开盘的亚洲股市 在新加坡最后一个肝榜里 时间似乎没有留下痕迹 租户们每个月还的租金 还和40多年前一样 在6块半到30块之间 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 这个仅存的肝榜 究竟能不能完好的保留下来 稍后的SG50我们带您关注 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今年是新加坡50周岁的惊喜生日 为了纪念和回顾过去 我们特地制作了系列报道 带您重温这些年 我们的国家 社会和民众所走过的路 今天的SG50我们要带您回肝榜走走 现在的新加坡车水马龙 高楼林立 充满着现代化的气息 但是50年前的新加坡 却是另外的一番风景 当时很多人都住在肝榜里 过着朴素悠闲的生活 你是不是也曾经在肝榜住过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肝榜逐渐的消失 人们开始远离大自然 从乡村搬进了整齐划一的政府组 如果你小时候也住过肝榜 当时的生活方式 你是不是怀念呢 哦 鞍鞍鞍鞍鞍鞍鞲 否如文、基督、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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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阿嬤、阿嬤 ミョウ啦。 我不是想给大家玩。 你可以买功能。 我們已见个人生日、阿嬤、阿嬤、阿嬤。 事ерь会是很好的。 很多人都来,非常祝福。 以前真的橙汁油 橙汁油 吃的随便来跑到干锅里面 都可以吃 玩可以做 打架鱼 还有什么 就是不用钱的了 就是玩技 土地平矿 乌舌俨然 千莫交通鸡犬相闻 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文豪 陶渊明 用来形容世外桃源的诗词 对那些怀念甘榜生活的人来说 应该觉得可以用这几句话 来形容新加坡现在仅存的甘榜 罗弄万国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这个位于我国东北部的 最后一个甘榜 其实就是高楼林立的 现代新加坡中 难得的世外桃源吧 您知道甘榜罗弄万国 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吗 它现在又成了什么样子的呢 就让我们带您走进 这最后一个甘榜 一起重新找回 那已经快要被遗忘的 甘榜精神吧 1956年时 经营中药材生意的孙朝昆 在买下这片位于 阳错港路附近的土地之后 在这里安家落户 并把土地租人盖房子 今年已经60岁的 贾米尔·卡姆萨 就是这里其中一个居民 她自1965年就和家人搬来 甘榜罗弄万国居住 到现在 一晃已经在这儿 住了足足有50年 我喜欢看所有森林的森林 然后当时我能谈到森林 你能看到森林的森林 你能看到森林的森林 然后你能看到森林 然后你能看到森林的森林 它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都很友善 都很友善 加米尔现在居住的屋子 还是她的父亲当年建造的 屋制的结构 透露出一种朴素的乡村气息 坚固的混凝土底部 确保了房子的美观和实用 而那个用新版搭起的屋顶 正是传统甘榜屋 最鲜明的特色 让人一看到 仿佛就回到了旧日时光 在这个占地面积 大概三个足球场大小的甘榜里 现在还住了28户人家 时光仿佛没有在这里 留下什么痕迹 放眼望去 四周仍然是低矮的甘榜屋 屋子前后被美丽的花朵 和高耸的大树包围着 处处弥漫着一股 宁静悠闲的氛围 偶尔也会有好奇的年轻学生 或者外国游客走进这里 希望你在这里感受到 不一样的新加坡 住在甘榜 罗农万国的居民们 现在每个月 缴交的租金是非常低的 作为这片土地 继承人之一的孙女士 根据住家面积的大小 每个月只收取 六块半到三十块之间 不等的钱作为租金 而且四十多年来 一直没有变过 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 这样的情况 究竟还能保留多久 政府对于甘榜 罗农万国 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根据市区重建局的计划 坐落在大片祖屋 和私宅之间的 甘榜罗农万国 未来可能会被发展 成为一个规划良好 设施完善的 住宅区的一部分 而这个计划 也符合政府的 2014总团图 不过当局目前 暂时还没有宣布 具体的时间表 按照惯例 一个总栏图需要 10到15年的时间 付诸实现 居民们希望政府 能够考虑甘榜存在的意义 尽可能地把它保留下来 最后我说 当他们取消灭 这些地区的地区 被淘汰了 这些地区的地区 所以这些地区 这些地区的地区 如果他们不取消灭 那你会给予其他人 去认识的地方 去认识的地方 去讨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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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然 他们不忘了 因为 外国人也很高兴 他们很高兴 政府的地方 还保持这个地方 我听他们说 哇 真正好在 Sngapore 他们不忘了 这些地区区 这最后一个杆榜 最终会不会消失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想 其实我们真正想要 和需要留住的 并不是杆榜的形式 而是它的精神 那种不斤斤计较 大家互相帮助 犹如一家人的生活态度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 八频道新闻及 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振华 晨光第一线 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